这是神盾局都不敢想的空天航母 美国海军脑洞大开 还真敢立了像 拿着747一顿魔改 硬是让它玩成了航母 泛美航空总裁更是直呼 747是维护和平的伟大武器 这手操作让人直呼 好家伙 美国人也是啥都敢改 747也能这么玩 那么 747空天航母到底靠谱吗 刚开始听到波音747空天航母计划时 火力军大跌眼镜 这玩意儿不就是我们经常做的客机吗 难道美国把乘客座位都给扔了 装上了战斗机 仔细想想也不对劲啊 舰载机就算小 波音747才能装几架 美国这不是瞎胡搞吗 带着这些疑问 火力军火速查了下美国FBI的资料 发现这玩意儿还真存在呀 不得不说美国人的脑洞是真的离谱 1968年美国波音公司曾推出过一款超大的波音747客机 这款客机体型比以往客机大了两倍半 超大体型的客机让美国突然眼光一亮 你这客机都搞得这么大了 是不是还能再大一点 让我放点舰载机上去 当一个空中航母呢 心里有了这个想法 美国人那是真不含糊 立刻就对波音747空天航母重新布局设计 美国人之所以有这么离谱的想法 还是受到了当年军备竞赛的影响 在上世纪美苏争霸期间 美国和苏联在疯狂的军备竞赛的背景下 双方都想出过许多奇思妙想的骚操作 比如说前苏联的核坦克机器口计划 相比于前苏联的这两军备计划 美国诞生出空天航母也不足为奇 毕竟对于当时的情况来说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占尽了航母优势的好处 如果能做出空中航母 相比于海上航母来说 它的存在更具价值 而且支援速度极快 是非常重要的战略级武器 就这样 美国联合波音公司 推出了波音747空天航母计划 根据FBI资料中显示 美国当时想得很明白 这个航母只需要搭载 10架舰载机就行 不过唯一一个要求 就是能投放和收回舰载机 不过这也引发了许多问题 你一个空中客机 应该怎么投放飞机呢 总不能让飞机像乘客一样 走舱门吧 美国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根据资料了解 美军意图将波音747空天航母 改成利用传送纽带系统 从客机下方 每80秒就发射两架战斗机出去 按照这个速度来看 10架飞机最慢也能在15分钟内 全部投放出去 这个速度相比于航母来说 实际上差不太多 毕竟当时没有电磁弹射 如果能在15分钟内全部投放 它带来的战斗力无疑是强大的 并且解决掉美国一个困扰已久的问题 对于当时来说 美国轰炸机虽然航行里程远 但是为它保驾护航的战斗机 可飞不了这么远 如果轰炸机被安排执行轰炸任务 没有战斗机的保护是非常危险的 747空天航母一旦出现 美国轰炸机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轰炸 安全问题全权由空天航母负责 这妥妥的就是天上的航母编队呀 再加上飞机自身带的航炮 以及空天编队中的加油机 美国在短短几小时内就能走遍世界 炮火覆盖范围更是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 未来的制空权抢夺 美国必然占据主导权 不过这玩意儿听起来确实简单 不就是弄个波音747给它弄的大一点 然后装上个传输带 那么美国为啥没做出来呢 747空天航母的理念听起来非常酷 但是美国一方面解决不了传输带的问题 毕竟这是运输飞机的 可不是输送我们的行李箱 再加上当时的飞机由于航天技术的限制 本就容易出事故 万一747空天航母出现了事故问题 这下可好买一送时 空天航母报废了不说 里面的设备飞机一个都跑不了 这美国哪能受得了 再被全世界报道一下 怕是美国纳税人又要去白宫门口骂戒了 除了航天技术限制这个问题外 美国当时的舰载机也有很大的问题 毕竟747作为客机魔改 舰载机肯定不能按照航母的体型设计 要不然机翼万一被卡住了 传送带传送不出去飞机 那不是很尴尬吗 舰载机小型化对于当时的美国来说 有着很高的风险 并且随着局势发展 全世界都开始在研究四代机了 美国突然发现 特殊微型战斗机开发是一个死胡同 面对四代战机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 就这样美国被迫放弃了这个计划 虽然你别看美国暂时放弃了 747空中航母计划 人家真是一点没闲着 毕竟空天航母对于军事科技来说 将是一个大的突破 早在747科技魔改计划前 在背地里美国做了不少的研究 甚至有些研究已经搬到了众人眼前 玩过红颈的小伙伴 对基洛夫飞艇绝对有很深的印象 这玩意儿别看挺笨重的 他下手可黑得很 通常敌方没有防空手段的前提下 一架基洛夫飞艇就能团灭对手 美国海军曾以飞艇的方式 建造了两艘空中航母 阿克伦号和梅肯号 阿克伦号和梅肯号有个鲜明的特点 那就是大 跟战舰一样大 这样一来就解决了战机尺寸的问题 反正舰载机能在航母跑道上飞出去 阿克伦号和梅肯号也肯定能 不过当时设计这两艘飞艇的目的比较单纯 美国海军本来是想要他们进行侦查任务 所以只装配了五艘舰载机 保证部队的超远程侦查和飞艇护航 如果飞机没油了 飞艇通过下方的吊架还能进行回收 可以说这个设计非常接近现代人类 对空天航母的要求了 可惜的是天宫不作美 阿克伦号和梅肯号就好像雷神附体一样 完工不到三年 这两架飞艇就因天气原因坠毁 两架飞机上的工作人员无一幸免 一共死了一百多号人 美国彻底慌了 这玩意这么不扛事啊 一遇到恶劣环境就趴窝 那马上打起仗了 我还要盯着天气预报 这是贵求上帝给我来个大晴天 很明显都不现实 只能被迫放弃这项不太安全的项目 不过空天航母一直是美国的心头肉 真的是舍不得放弃 随后美国在研究中突然发现 我研究空天航母的意义是啥 不就是想让轰炸机可以协助护航 那我直接给我的B36魔改一下 直接装上四架世界上最小的喷气式战斗机 谁知道这一次 航天母舰是靠谱了 飞机又不靠谱了 缩小化的弹型喷气机 对产生的湍流非常敏感 飞机在对接过程中摇摇晃晃 压根就对接不上 飞行员试了三四次 才勉勉强强对接上 美国转念意想 这不行呀 这是让我的飞行员玩命啊 我可以成功一万次 但是失误一次就彻底完蛋 轰炸机计划也因此破产 随后随着人类科技不断前进 空中加油机随即问世 美国一脸苦瓜像 还是空中加油机像啊 什么空天航母 这是在跟我扯犊子 没有什么是空中加香油 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那就再加一次 不过话虽然这么说 美国对于空天航母的研究 依旧没有停止 747空天航母计划 就是在这个时候 搬上了历史舞台 实际上 美国此时的 747空天航母计划 在前几次的失败经历中 已经掌握到了出行 可惜 时代发展变化太快 但是空中航母的概念 在美国人心里 已经根深蒂固 想要短时间进行改变 非常难 我们反观美国这么多 空中航母计划的案例 不难发现一个问题 美国这么多次的 空天航母失败的原因 几乎都纠结在了安全性上 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警生 阿克伦号和梅肯号 一下坑死数百人 搁谁谁都慌 不过按照现在科技来说 美国提出的所谓空天航母计划 还是一个梦想吗 未来会怎么发展呢 从飞艇航母到轰炸机航母 再到747客机航母 美国已经解决掉了 许多根本性问题 但是这些想法放到目前来看 那不是纯纯扯淡的吗 无论是轰炸机航母 还是747客机航母 我能把超大弹舱 改成飞机休息室 我为啥不直接弄轰炸机 让他们执行正常任务呢 所以火力军认为 未来的空天航母 一定会有一个独立的造型设计 所以未来空天母舰 必须要具备容量大 体积大的要求 我们拿航空母舰来举例 美国最新的核动力航母 福特号 可以搭载85架飞机 54万磅各种型号的武器弹药 舰长337米 满足舰载机火力补充 那么作为最先进的空天航母 最起码要和福特号 核动力航母相持平 否则想要以这款武器造成威慑力 实际上是很难的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例如美国即将参与俄乌战争 美国需要战机在一瞬间打击 俄罗斯指挥所 雷达战 那么就需要大容量弹舱 以及拥有数量足够多的战机 否则根本无法覆盖俄罗斯 如此宽广的地域 那么这就必然会造成打击缺口 这是很大的一个弊端 并且对于大平台来说 战机的选择上将会更加简单 按照航母舰载机去造就行 空天航母的跑道长度 宽度绝对超过了福特号航母 所以无论是无人机 还是有人舰载机 或者是空军大型运输机 在大尺寸跑道下 战机完全可以和航母配套的 舰载机相互使用 平台制造上 空天航母更是直接拿 福特级航母核动力做模板就好 核动力实现 如今作为军舰的主要动力 理论上实现了航母无线续航 我们以福特级航母配套的 两具A1B核反应堆举例 平均50年更换一次又核燃料 这已经满足了空中航母 在空中无线续航的基本要求 剩下的只剩外观和吨位设计了 伯利军认为 空中航母的外观 应当更像是一个极大的空中平台 简而言之 就是平台加飞行器组成的 一个大型平台 它可以非常简单 就像是航母的甲板一样 非常的宽敞 这样可以满足各类飞机 都能降落在空天航母上 那么空天航母的价值 就如同是移动的机场 美军的作战范围将会极大的加强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看 在未来战争中 航母的优势将不复存在 移动的空中堡垒优势明显 而相对于所谓的 魔改747客级空中堡垒 战斗力对比不言而喻 我们抛开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 单纯说747空中航母 和空天母舰的战斗力差距 从战机数量上来说 747空中航母已经输了 当初在747空天航母的设计上 美国压根儿不敢考虑舰载机数量 因为按照当时的科技 他们研制不出更大的747飞机了 飞机越大 就越容易出现安全问题 机体更容易从中断裂 飞艇空中堡垒计划不正式印证了这个问题吗 弹药量更别提了 本来撞点飞机就不容易了 还想要再多弄点弹药补给上去 能让你打完一轮就不错了 毕竟747空中航母从一开始的理念 就并没有想过一直在天上不下来 这就极大的限制了747空中航母的战斗力 反观空中航母平台 根本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利用核动力设计 这款空中航母一定能达到理论上的无限巡航 然而对于物资补给来说 我们也可以从航母中找到应对的办法 目前航母战斗群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补给舰 这部舰艇是完全保障航母物资补给 但是等到航母战斗群物资消耗完毕 就需要回到基地 那么空天母舰如何进行补给 我们是否也能以补给飞机的方式进行补给呢 火力军认为是绝对可以的 毕竟我们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空中平台 如果需要物资补充 或许可以通过大型补给飞机直接飞到平台上 反正平台足够大 飞上去几架大型补给飞机 也问题不会很大 那么美军的作战半径会到多么恐怖的距离 恐怕是要波及在全球范围内 到了这个时候 美国就不再是单单针对局部战场的制空权 甚至是全世界的制空权都在它的手上 值得一提的是 空天航母不单单可以作为空中作战平台来使用 在超大的容量之下 美国如果很下心来 是不是可以来几发核弹在空天母舰身上呢 火力军觉得这绝对是可能的 毕竟在核武缩小化的年代 如果空天航母有足够的位置 美国完全可以将空天母舰作为空中核心打击力量 那么到了这个时候 如果当空天母舰受到威胁 实际上也不用怕 人家可是自带核弹的男人 大不了跟你来个一换一 反正我丢的就是个机器 你失去的可是一个国家 如果这款武器真的如火力军想的那样 这很有可能改变未来的核武打击方式 空中堡垒打击 或许也是未来核武器的走向之一 如果美国真的研制出了空中航母 那么未来的世界格局会怎样呢 未来世界格局一定会因为这款武器而改变 它的威力堪比核武 当战争发生后 美国的飞机在打击方式上将会更加灵活多变 不仅可以通过海上航母进行攻击 甚至可以通过空天航母进行配合打击 实在不行就给你来颗核弹 海空一体打击任谁也受不了 只能被动挨打 更恐怖的是空天航母这个东西在理论上 可以是永久性的 只要地面空军给力物资补充到位 美国战机的支援速度将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美国在出兵时 也可以不再考虑航母编队能否支援的问题 因为不管在哪里 除非是不在地球上 美国空中航母随时随地就可以加入战局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试想一下 当其他国家还在研发航母时 美国的空天航母已经在我们的头顶 发生战争后 敌我双方舰载机同时出现在战场上 你的航母舰载机和空天舰载机相比 航母舰载机没有任何优势 决战中途岛中 我们就看到过战机对抗航母的精彩片段 以高打低总比以低打高要舒服得多 空天航母舰载机对航母威胁极大 而航母却对空天航母毫无办法 到了这个时候 天空航母将会逐渐取代航母 火力军甚至都可以想象到 当我们抬头望向天空 或许有好几架本国的天空航母在飞翔 未来的战场更是神仙打架 天上焦火不断 地下呐喊助威 就算最后我空中航母打不过你 我还有一手核弹来威慑你 这就让对手不得不担心 这款战略价值如此之高的武器 如果不能一击击中直接击毁 那要怎么处理它 这种威慑力是航母远远办不到的 所以空中航母一定是各国 争先研发的主流武器 在不远的将来 我们甚至能看到这款来自于 科幻大片中的传奇武器 那么各位小伙伴们 你们认为 未来的空天航母会是什么样子 如果在未来真的出现了 对战场又有着什么样的改变 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 我是火力军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